卓吉乡公所和小米产销班2月17号 在伊入干布农部落环境教育中心 举办了卓吉乡113年 碎石技艺及观光行销活动 小米园区附赠体验实施计划 这场技艺是在播种小米之前的举行 祈求播种的小米在今年可以有好的丰收 除了让部落族人及学生可以学习传统文化智慧 建立自我族群认同 激励凝聚部落的意识和精神 也期盼在从事农业发展当中 也可以活络乡内的观光 还有行销部落的农村产品 小朋友跟着前面的小米 帮农民一起学习怎么用锄头翻土 认真的听讲解 这是卓吉乡公所办理的碎石技艺 既观光行销活动 小米开肯记虽然不是很容易学会 但是每一位学生都表示很喜欢体验 感觉很像回到以前 哦 喜不喜欢这样的一个体验课程 喜欢啊 厢长说过去的小米系列 技艺举办的地点都会是在部落 不过现在花莲南区唯一认证的环境教育中心 就是在以路感 田桂花希望能够多加利用这个场域 让孩子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场域认识我们布农族最原先的一个开肯记的一些记忆 一直连续到丰收记都是在这个场域里面 那接下来会有四场的记忆会在我们的公所的官网里面来邀请大家 这次是以布农族碎石记忆结合小米播种 第一场次以开肯记以及小米播种记为主题 并视小米生长时序 接续办理第二场除草记以及封除记 第三场小米丰收记 第四场则是小米进藏记 目的除了让部落族人以及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智慧 建立自我族群认同 期盼在从事农业发展中 同时活络乡内观光以及行销部落的农特产品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